神秘酱料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我们还有一个配角 就是我们提前蒸制好的这个红菜头 蒸过了之后 它里面那个汁都出来了 颜色特别浓郁 有一点点偏甜 对对对 本地的土香肠做的一个香肠酱 好 会让它油脂啊 全部出来 打碎 直接成肉酱 对 所以说今天做的酱汁的话会有惊喜 会有惊喜 但是确实惊喜 从来没尝试过 对 加入我们刚刚的煎香肠剩的油 不是有剩性吗 加入大概150毫升的橄榄油就可以了 好 温泉蛋和这个香肠再充分地打碎 多喝 对 刘大哥先把本地特色的腊肠放到锅中煎熟 煎好的腊肠放到料理机中打成肉酱 再放入橄榄油和蛋黄稍微凝固 但轻还没凝固的温泉蛋 还有清水进行搅打 腊肠酱汁 腊香味十足 温泉蛋在中间味酱汁增加了更加细腻的口感 您以为只有这一种神秘酱汁 那就大错特错了 先来处理我精挑细选的最理 做菜的时候有讲究的 一定要要熟的 因为本地吃最理是要熄的 这是鉴别它熟没熟的一个标准 打开一个小口 然后又嘴熄 嗯 真跟熄果冻一样的 肉我们用来做酱 那这个皮还有用处吗 等一下告诉你 果酱的话就不需要加油了是吧 对 好 拿生姜打出来的汁 对 柠檬汁可以少量 白砂糖 成熟的最理去掉果皮和果盒 将果肉放入锅中炒制 加入少量姜汁 柠檬汁 白砂糖 用锅铲轻轻压烂果肉 翻炒片刻后 就得到一碗甜香十足的最理酱汁 有了腊肠酱汁和最理酱汁还不够 刘大哥为牛肋排还准备了一种独特的甜品 做两个水果的分子料理 盖粉 盖粉 融化过后 然后它跟我们芒果融 然后起到一个焦化的一个反应 让它外面起一层薄薄的一个骨膜 海藻椒 加到这个 打好的芒果融 像这盖粉 海藻椒 对于它这个成固体是缺一不可 对 鱼子酱的一个尺寸 另外一个做蛋黄大小的一个尺寸 就一小一大 对对对 这是纯净水 让它洗干净就行了 因为这里面是盖水 对对对 它这外面很薄很薄的一层膜 咬到嘴巴里面轻轻的一爆炸那一感觉 果香味四溢出来 慢慢脱离勺子 一把勺子拿起来就行了 哦 成型了成型了 尽情创意 无限可能 在200毫升纯净水中 加入15毫克钙粉 充分溶解备用 在芒果汁中加入海藻椒 让芒果汁变得更加粘稠 倒入带有细密小孔的器具 芒果汁经过器具上的小孔 滴落到加了钙粉的纯净水中 这时 芒果汁与水中的钙粉发生反应 在水中凝固成一颗颗圆润可爱的芒果珍珠 芒果汁